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國內手機代購 以下今天為大家介紹這部手機, 很多客戶都可能留意過 甚至最初留意我Facebook的客戶, 都見過我拍過那段短片 為何今次又會重新拍攝多次呢? 都不跟大家買過關子, 這部就是SKY的A850 試完了, 因為這部手機都出了差不多半年有多 其實很多客戶都找不到我們之前A850的短片 最主要我們就沒有上Facebook 有些客戶都想留意這部手機 我們今次趁這部手機這麼好賣的時候 我們都拍攝多一次這部手機的短片 簡單介紹這部手機先 屏幕方面, 會用上5.3吋的IPS Pro LCD 螢幕 解針度會去到720p 這個IPS Pro, 據官方所指 就會比起普通的IPS更加提高銳利化的畫質 以及角色方面更加漂亮 而會用上Android 4.0的系統 但其實很多客戶都知道 其實它最新的話已經去到4.1.2了 另外CPU方面, 就會用上高通的APQ8064 速度方面是4日深的1.5GHz 前置200萬像素, 後置1300萬像素的鏡頭 另外留意支援LT制式 即是可以用到4G 但只限S和K版 而L版是用不到4G 另外有2GB RAM和16GB ROM 亦都會支援MicroSD卡 這部手機我相信都不需要多介紹 其實很多客戶都會買了 甚至乎經常都會留意這部手機 即是上一年機王 但其實到現在三年 這部手機絕對都不輸蝕 現在推出的高規格手機 甚至乎這部手機 可能可以這樣說 由推出到現在 一樣保持著這麼容易賣 這部A850K 跟之後那部A860 甚至乎接下來的A870 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這部A850 跟A860大致上很相似 最主要A860 就會提升了FHD的屏幕 以及升了5.9吋 這部5.3吋 用上720P 其實整體規格跟860差不多 CPU、RAM、相機都一樣 唯一 860兩個優點 第一 FHD屏幕 第二 Room方面 由16GB到32GB 另外都會有Vtouch功能 850沒有 但始終850和860的價錢 亦會有相距 其實這部850到現在 都是保持著這麼好賣 始終因為價錢 這部手機比較硬 暫時都要大約3千多元左右 其實視乎下戶選擇 3千多元是否划算 以規格來說 這部手機是絕對划算的 當然 其實860近來的價錢 都跌了不少 其實兩者相距都差不多 大約1千元以下 就視乎下戶的選擇 跟機配置方面 會有說明書 另外保護貼 電池方面會有兩個 另外電池盒 這個就 火牛 充電座 耳機 以及數據線 850 860也好 甚至乎840也好 甚至乎870也好 其實本身這部是韓國手機 第一就肯定不會有梵體介面 原生介面方面會有韓文和英文 但是收發短訊 甚至乎聲短訊等等 都會顯示好中文 其實一般我們都不會建議 客戶拆回梵體中文 其實最主要就是在升級方面 因為如果你用這個延廠梱的話 客戶好 可以經過這個Vegar Station 直接可以跟韓國的升級 就不需要特地再拆 譬如拆一旦在中文文 就不可以跟韓國的升級 到時升級的話 就要找我們才可以升級 其實收發短訊 剛才說過 都可以顯示中文 以及傳出中文 唯一介面設定方面 這些就顯示不到中文 但其實一般客戶 如果不是真的要中文介面的話 都建議用原廠梱 最主要就是第一升級快 第二就是原廠梱 相對上的穩定性都會高一點 這部手機的話 850和860的話 剛才說過 最主要是屏幕和梱形方面有少許分別 但其實大致上的規格都差不多 介面方面其實都沒有太特別 都是用Android的系統 跟機會有一些原生的內置韓國Apps的話 其實一般客戶 一般本身跟機就不可以delete 其實需要delete的話 客戶可以選擇一部手機之後 就delete 如果有些客戶覺得 就不買定的 其實保持著不需要理會 都可以 介面方面 其實就有少許特別的 它會有一個叫做 Simple Mode和Standard Mode Standard Mode 就像我們剛才這個 就是一個Standard Mode 另外一個叫做Simple Mode 就是一個簡單模式 例如客戶按了這個 就像一個車載模式 介面方面就沒有任何東西選擇 只有一個畫面 例如打電話 甚至聲短訊等等 都是一個介面用 不會像之前那個可以轉來轉去 就是這樣 其實就少回客戶 這個就主要方便一些客戶 例如駕駛的時候 就不需要按這麼多按鈕 一般都是用一個Standard Mode就可以了 另外這部手機的話 其實規格就不需要多說 就非常之強勁 另外價錢方面 都絕對抵玩 其實雖然現在很多強勁的手機 例如860也好 甚至乎Jeep也好 其實都出了一段時間 但是價錢也要差不多 大約4000多元左右 這部手機其實 價錢一直都站得挺硬的 暫時都大約要3000多元左右 但是你說這個價錢 值得玩呢? 其實絕對值得玩 因為你說 如果你要用到4G手機的話 其實最便宜的一部 都要講要LG F240 其實你說如果舊少的830 其實都用到4G 但是那些相對上 規格和整體的性能方面 都比較厚 而且始終規格不強 你說這部手機 都是大約3000多元左右 以價錢和整體規格來說 就絕對值得玩 你問我 如果你說入門首選4G 其實很多客戶會選擇F160K 甚至乎F160的新一代的F260 但是我就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 以平價位和整體規格不錯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買150K 因為其實F160和F150的價錢相距的話 就不是太多 都是幾百元左右 但就由雙核會升級到4核 所以變相來說 如果有些客戶 問我買4G首選手機的話 我會介紹150K 其次如果再多條條的話 可能就F240 即是G Pro 或者A860 接下來都會出A870 但相對上 規格就比較尷尬 因為它會用720P螢幕 但CPU會用高通的S68 但我電池容量都比較少 還會少於A850 因為始終那部手機都未出 我們都要留意日後 例如我們有消息的 記得留意我們國內手機 我們亦會介紹的 今天這次的第二篇A850 我們這次跟大家介紹這麼多 日後有些客戶 例如有什麼feedback 甚至想我們介紹什麼手機的話 都跟我們說 我們希望不斷改進 今天多謝大家的支持